要直播了 開始了嗎?開始了 有嗎?有人嗎? Sorry 我們又遲到了 我們每一天都在遲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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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有哪一次是準時開始的 好像有啦 一次吧 剛剛辦公室在訂的那個 手扒機 然後很香 沒有啦 那個炸機 有有 有手扒機 我們應該可以邊直播邊吃炸機 嗨 嗨 哈囉 大家下午好 今天的背景不太一樣 有人有發現嗎? 我們換了字母的那個 不是 換了牆壁 原本的那邊有做一些 擺設 是for明天的 大家知道我們明天要 應該遲到吧 嗨嗨 我們可以開始講今天的主題了 今天我們主題就是 首爾街頭的傳達 但是我們兩個其實沒有去過 我們這次沒有去 小楊跟雅雅才剛 聽說昨天下出雪 還是前天 可是他們去的時候沒有 他們出發前才一兩度 然後後來回來的時候變浮的 他們回來的隔天下出雪 已經隔天下出雪 但是我們這樣穿好像 好像在加個大羽絨外套 才像韓國收的腳 然後除了首爾穿搭之外 還有就是我們這個禮拜 官網有新品有很多 格紋的 單品所以我們就想要來做一些 就是格紋的搭配 格紋的傳搭的推薦 大家有看這禮拜的新品嗎 這禮拜特價的那個 珍珠外販已經沒有了 已經沒有了 有人有唱禮拜很少欸 那個才三百九 三百九真的很便宜 我覺得這種特價的商品 就是大家要 就是要立刻下載 量其實是 就是算限量 可是大家因為有特價 所以會比較搶手一點 就如果猶豫一下就搶不到了 這次的直播分享是在塗鴉牆喔 對是要分 就是要分享出去的時候 我看到有人的tag我跟大家說明一下 不是在直播的時候下面留言tag朋友 因為這樣會失敗 是分享這個直播到塗鴉牆的時候 帶兩個朋友這樣才會成功喔 才可以抽獎 Peggy妳好像可以開始介紹了 好那我們直接開始介紹 然後我今天全身的穿搭都是這禮拜的新品 除了耳環 然後這個貝雷帽就是 好像有人問說要怎麼戴貝雷帽 我可以示範給大家看 先介紹它的材質好 它的材質是 燈芯絨的 就是它是很有分量很有質感的 它有兩個顏色 它還有一個咖啡色 一個是咖啡色 然後戴這個我覺得對我而言 我的頭好像有點鬆 這個戴這個我覺得有點鬆 但是我剛找到一個方法就是 如果你覺得帽子很鬆的話 你就把它往後戴 因為它這個沒有辦法做調整 對啊還是試買什麼鬆緊帶 黏在裡面的 黏在裡面的 對黏在裡面就可以調校一點 然後就是 我會戴之前就是先把它 弄膨一點 弄膨之後然後就是 看你的瀏海要露出多少 就把它往後戴 你的頭是算大的嗎 應該算中等吧 應該算正常 正常 對然後再稍微調整一下 你也可以戴歪歪的 也可以戴就是正常的 就是正常的位置 很像小畫家 因為這就是畫家帽 畫家帽 好像名字叫畫家帽 不是叫貝雷帽 它叫韓國寫文畫家帽 對取名取得很好 滿有質的畫家帽 這個現在還有貨 之前我們也有一個類似的貝雷帽 是格紋的 然後那個比較軟一點 那也有摸過過一次 然後很多人都還在問 所以現在如果 你想要買這種帽子 然後現在我們有 登星龍素色的 兩色都還有貨喔 有買過格紋貝雷帽的話 跟這個比的話 這個 這個會比較挺一點 就是你很好就可以把它抓碰 但是那個貝雷帽 它是比較屬於軟一點 它的頂不太一樣 它的頂比較平 對 因為可能登星龍的材質 比較硬一點 就版型不太一樣 它不是一樣的版型 頭尾小可能就是要用 我們剛剛那個方法 加泡名加 也是加泡名加 然後這樣子 就是自己調整 就是頭尾 好 然後一樣這個上衣 也是這禮拜的新品 它就是很基本百搭的 針織的上衣 然後一樣 就是材質不用多說 就是針織 對 然後它是做泡泡秀的設計 這件跟之前有一次有一個短袖的那個 七分的那個 有一點像 但是它這個比較強 然後沒有那麼 它就是做長袖的 沒有那麼膨 它這件有米色跟紅色黃色藍色跟綠色 有五個顏色 有五個顏色 然後它一樣有分S跟M 對 然後裙子的話 我剛剛穿了一下 我覺得穿上去真的很可愛 就是看起來 看架上擺那邊好像還好 可是自己穿上去都很可愛 我覺得是搭這個上衣跟帽子很可愛 就是你現在很有氣質 對 而且還有口袋 對它是有口袋 然後它是做澎澎的設計 然後我的腰圍的話是剛剛好合身 有一點點緊 因為它這個可以自己綁的 對它是有自己綁帶的 很可愛 它有兩個顏色 好溫暖的感覺 還有深藍跟淺藍 而且我覺得它的材質很特別 它是有點很像抓皺皺的 對皺皺的感覺 綿滿的皺皺的 然後不用擔心裡面會刺刺的 因為它裡面有內臉 不然大家上衣就是狂 不好意思我笑了 這輪眼很可愛 就是我覺得不用再介紹就是舒服 然後就是衣櫃就是一直會一直買一直買的那種 就是基本百搭的上衣 對啊裙子有口袋超級方便 對啊所以像今天這個穿搭 穿起來就會有點生火的感覺 生火 對啊它這樣搭很生火 我覺得我被生火 喔 不是說生火啊 生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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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有點復古欸 我覺得有點復古的感覺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復古 就是你戴那個帽子吧 就是那個畫家帽的感覺 我自己也很喜歡復古的感覺 我可以以後就出門了 下輪要先嗎 你要先嗎 還是我先 我們可以一起 因為我們要紅色 一起嗎 我們一起嗎 好 我先在旁邊坐一下 我現在身上的上衣外套跟裙子 是這禮拜的新品 先講 上衣裙好像蠻多人問的 對 格溫裙有兩個顏色 這個顏色還有貨 另外一個灰色也賣完了 超多人 這個是深藍底的 所以好多人都在問 我先講外套好了 外套有兩個顏色 這個是咖啡色 然後另外一個是黑色 我看到有人私訊說 想要看這一件的師船 它是比較短版的 短版的 然後它後面好像有點抓狂 因為有人問材質 它的 這個縣是裡面那一件 它這個材質是比較挺的那一種 就是有點像 知道怎麼講 斜紋布 就是斜紋的那一種 會比較挺一點的外套 怎麼戴毛帽不會掉 我戴毛帽就都不會掉 還是都不會掉欸 就是它的頭型很特別 它的不管怎麼樣 沒有我從事 我戴毛帽也不會掉 我會掉 我會掉 就是從事有問我說 為什麼戴毛帽不會掉 我不知道啊 還是你從會掉 頭尾有比較大 大 有有有 我頭比較大 然後上衣的話 是 MIT開叉 袖 圓令 上衣 然後我穿的是黑色 然後有四個顏色 它這個裡面的上衣啊 它特別的地方是 它有做 袖口的部分很特別 它的這個袖口這邊是這樣子的 有開叉 開叉然後也可以 然後有這個綁 那如果你單穿 如果你單穿的時候 你可以把它綁起來 後面的寶寶好像太搶氣了 可是因為我現在搭在那個外套裡面 所以我就沒有把它綁起來 就是 就是穿在裡面 寶寶好可愛喔 就是簡單的素色上衣 然後配格紋的裙子 再加一個外套 就 就很好搭 我在講什麼 就是格紋跟那個素色的 就是很百搭 然後因為韓國人 他們也很喜歡戴毛帽 跟穿格紋的下半身 韓國街上是女生都這樣穿 對 因為他們很冷 而且他們一定要穿上靴子 對 有拍到靴子嗎 他們一定會配一雙靴子 就是你平常如果是上班的話 也可以搭小白鞋 那如果是出去約會 或怎麼樣 他就可以搭一個靴子 對啊 看起來更有愁風的感覺 寶寶好可愛 大家都注意到寶寶 大家都注意到寶寶 有人在看我剛剛介紹了 我注意亂錄 好 換小羊好了 寶寶很可愛 寶寶很可愛 為什麼要拿這個 因為下午茶 沒有吃 因為剛剛就是 在面試 然後很趕 然後我今天 我剛從韓國回來 恩 所以應該用你講 才有說服力 因為這次的主題是那個 韓國街頭 韓國街頭穿這樣不夠 穿你這樣也不夠 對啊 可是室內的合格 對 室內有個一起 我好像很亂欸 格子群 我講一下格子群的全名好了 剛剛忘記講 格子群是百搭經典雙口袋 隔紋毛泥短裙 四百種 然後它是後面有鬆緊帶的 然後側邊是拉臉 然後有這個深藍跟灰色 但是灰色賣完 現在就是官網上只剩下這個 深藍的 灰色的賣完 灰色的賣完 對 因為從上貿也是深藍的 超多人問的 就是做搭配 然後它這個是深藍配橘 然後所以我這個就是橘 配橘 有配到的同樣 對 然後這個深藍 然後有跟娃娃配的 跟你的唇膏也搭配到 然後這個唇膏是 甜層嗎 甜層慕斯 整個一身的 都是橘色系 韓國的 韓國可能要 就是真的要 戴帽子 跟口罩 跟羽絨外套 我記得小楊跟雅雅他們 那天台北很熱 然後他們就一直說他們只要穿寶 他說不用帶太多 對 因為台北很像熱帶國家 對 然後我就跟他們說不行 對 然後 就是一下飛機的時候還好 可是到晚上我們要出門去吃東西的時候 就已經很冷了 很冷 然後我們就趕快就是 加入那個 發熱衣 加入 加入在身上 你們有穿寶暖褲嗎 就是 芽芽有穿 芽芽有穿 我沒有穿 就是刷毛褲 喔 所以我就沒有 我等一下也可以穿上面 因為 我們的刷毛褲很 很 很瘦 超瘦 可以上面穿很澎 對啊 就是可能上面要穿澎一點的 好 然後韓國的穿搭就是 嗯 裡面可能還要再加件發熱衣 但我今天也是同色系的穿搭 就是 嗯 這個叫做什麼 呃 卡其色的 對 然後我這件卡其色它的 呃 面料其實是蠻 有點 很算 針織的 嗯 針織感覺的 這邊 嗯 它是針織的 我我 我今天 嗯 因為ivy說我很會穿搭 但是因為我就是比較 露露的女生 所以我會穿 比較會修飾 我自己的身形 就是露出自己最吸的地方 就會很鮮瘦 哈哈 對 然後把可以包的都包起來 然後同色系的時候 因為 這週也有這個長版外套 我覺得很好搭 因為我 去韓國的時候 我也是穿這件 對 然後配牛仔褲 因為牛仔褲其實最白搭 牛仔褲搭 我身上這個 或者說搭 綠色 綠色的也 都很可愛 我假日的時候也有穿這件 對啊你穿那件很好看 我是穿灰色 然後 我覺得真的還蠻保暖的 就是 因為家庭其實也變很熱 我穿得很熱 因為我穿那樣就變得很 就是它很紮實 因為真之外套現在只剩很長的 因為短的已經都賣完了 因為短的有多特價 所以就賣完 都賣完了 剩下長版的都賣完了 都賣完了 但是長版的也很好搭 對 我自己是比較喜歡長版的 我也喜歡長版的 是不是我自己穿綠色很好看 我是穿 灰色 我現在是穿綠色 綠色很顯白 其實綠色好像蠻百搭的 因為我那天穿綠色 我也覺得蠻好搭的 其實我自己比較不會穿搭 我可能只會搭牛仔褲 好 因為 對 然後我其實會覺得說 比較基本的顏色 就是 銅色系也可以搭 不管裡面你穿什麼都可以 如果你害怕說 就是 你不會搭配的話 那你就會買保守一點顏色 性色 對 可是如果你是會搭配的女生 你喜歡 就是秋冬 我覺得是需要亮一點點的顏色 去襯托 因為綠色好像有一點偏個性一點點 對 綠色其實還蠻顯膚色的感覺 是蠻顯白的 超白的欸 很顯白 好 然後 我現在裡面穿的這件 是太空棉的上衣 太空棉 太空棉很多人問 是這件嗎 因為我們之前有出一個帽體的 但這次好像是沒有帽子 沒有 這是一般的上衣 它是做寬鬆版型的 而且你側邊是有 開叉嗎 它側邊有在嗎 這是新品 這是新品 這一半的新品 然後裙子 我 下 它有一點算是 比較運動風 運動風 我喜歡這件裙子 那個是扁的 我們現在要 打開吧 哈哈 這有做 怎麼打開 怎麼打開 這件裙子很好看喔 會介紹套裝嗎 可以喔 因為芽芽今天有穿 可以叫她走過來就可以 外套 欸兩邊都可以開喔 嗯 這樣子 這樣子就 還差 就是故意走路走大一點 哈哈哈哈 等公車的時候 然後 然後它是做拉鍊的 其中一個是拉鍊的 嗯 然後我現在穿的是 腰圍是剛剛好的 嗯 不用修改 它是有點運動風的 運動風 但是它的材質就是 嗯 學法 就比較 它不是免質的喔 就是蠻有質感 就是蠻特別的 就有點 有一點休閒 又有一點小 小 正式 你是算到正常的腰嗎 我是算到這邊 這邊 正常的腰 中 中腰吧 中高腰 地方 所以是 算正常的 合身的 裙子有賣嗎 裙子是之後的新配 喔是之後的 不是這禮拜的喔 不是這禮拜的 是之後的 然後 這個長版外套 因為它有口袋 有 而且它側邊 而且它側邊有做一個小開採 前短後長的 然後有開採 其實比起就是特價的那一款 我好像更喜歡長 我也喜歡長版 中間大家應該都會想要買一件 但是我覺得長的比較顯瘦 就是視覺上拉的比較 因為你就是裡面穿什麼 就感覺是修長的感覺 對 大家可以上我們官網看 因為我們官網有穿這個長版 真姿的外套 都有分不同身高的 嗯 就是小織女到158到160都有 都有穿搭 其實大家穿起來都蠻顯瘦的 我們兩個是158 我們是158 對 但是上面官網也有小織女的穿搭 可以參考長度 158穿起來過膝蓋 而且我們又重新高學 對 你們兩個是姊妹的 我比較運動 她比較有一點女生 運動 步步的 嗯 好 那沒 有人在問縫一眼 就是 因為本來預計 這個禮拜要上 但是因為布料的關係 所以要演 真的是對不起大家 對啊 對不起 因為上禮拜跟大家講說這禮拜會上 我說的 就很多人 因為很多人 你知道很多人就解你穿 的那個 然後狂問 因為上禮拜是你穿的 可是沒有問到我耶 可是我說沒有問FB 就是粉絲專業 然後就一直問說這個 應該在哪裡 就是那個封衣外套 喔 所以這一拜 找不到是正常的 對 大家不要驚慌 嗯 外套好摸嗎 你說針織嗎 它其實摸起來是很舒服的 而且它扣子很可愛 是同色系的 嗯 除了扣子可愛之外 商標也好可愛 對啊 超可愛的 我喜歡這個 這商標也很可愛 眼鏡還會補貨喔 而且眼鏡有新款 你說之後還有別的 很可愛 嗯 長版的可以搭長褲嗎 可以啊 我今天搭長圈 對不起 你來吧 我們 好像可以配新車的長褲 Ruby Ruby是150 有150 它有紙售還有150 對 這是150 針織外套會重嗎 可以跟美麗在一起去嗎 它癲腳 為什麼我還穿這個耶 對 你到哪邊 你的長度到哪邊 大概到 小腿一半 可是因為Ruby本來就很喜歡穿很長 很長 對 長版的針織外套在Ruby身上150 穿到小腿 小腿肚 然後在Peggy的身上Peggy158 穿到膝蓋 膝蓋下面 膝蓋下一點點 對 所以你們可以參考小隻女孩跟 大隻女孩跟大隻女孩 正常生 正常生 一般 最多人的生 158 158 158是高個 對高個 平均很矮 也要來了 也要來了 因為有人要問套裝 跟貝雷帽 貝雷帽 貝雷帽 嗨 我兒童怎麼那麼亮啊 今天光打得棒 是Ruby喔 來幫你打 我幫你調亮暗一點 好 這套你有穿去韓國 對這套我有穿去韓國 然後第二天的時候我就換成雙毛布 因為太冷了 太冷了 韓國真的太冷了 那一天在外面的時候臉都是外的 然後 這一件它是 燈好像要太亮一點 因為外面剛剛有介紹一下嗎 沒有啊 它裡面的材質是這樣 就是跟之前的大學體制一樣 然後裙子是有一點A字裙 芽芽一出來就輸就飆升了 哇 真的啊 這個是有一點 這個直筒A字的感覺 然後前面是開擦 它還有黑色的 黑色跟粉紅色的 我覺得它這個穿起來很舒服 因為我有穿黑色的 它的裙子很舒服 對 而且它連上衣都有做 那個前段後長 前段後長 然後 穿一起 其實 什麼東西 好像笑 蛤 You so pretty You're so pretty 對 帽子是挺的嗎 帽子它其實才只是軟的 軟的 就是挺軟的 對 然後這個是比較挺 這個是挺的 就是兩個戴起來 都是背貓 但戴起來的感覺都不太一樣 對啊 那個是軟的 就我剛剛講過 然後這個是可以調整的 喔 這個可以調整 這個是不行 我覺得這個帽T還有一個很可愛的地方 就是這個 然後這個是銅色 然後是有一點 出 光花感覺 就是有點斷面的那一種 很可愛 但是它是粗的 好可愛 然後你不想要 這個也 這個韓國 你有在韓國機上有看到有人穿這種 就是銅色性 然後像運動風 一整套 韓國女生好像都蠻喜歡這樣穿 當然 沒有 還有那個 我那天 就是因為穿這個之後 我裡面還有穿短的那個 不是 短的發熱褲 你說那個短的像安全褲的那種 但發熱褲很軟嗎 對啊 這一套可以分開 就是至少這裡是軟的 這一套可以分開穿 就是上面也很好搭別的 然後裙子也可以搭別的 因為現在就可以穿上半身是毛衣 然後搭這件裙 而且我記得這一套它的品名就叫做 沒有在這 韓優 韓優什麼 自在休閒套裝 好像是 九百嘴有兩件很划算 對啊 沒有 是九百九百嘴 八百嘴 我有點忘記了 對 就是很忘記了 然後雅雅也是搭靴子 好像搭靴子都一樣 我覺得今年好像都很流行 就是一定要搭靴子 有 我說他幫你拍到腳 有好不好 哈加茂的可愛 你們兩個其實可以站在一起啊 這個 芽芽頭上的這個是之前的 它現在沒有過嗎 它是補貨中 沒有了 補貨中 然後這個現在佩吉頭上 這個才是正版 等待補貨中 這個還有 這個已經補貨 這個這個 你不要動 這個已經補貨一次 再等待補貨第二次 我是補貨的時候也有搶到 我沒搶到啊 因為我們沒跟你說 有啦 把自己罵她 你跟我說我都要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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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肉肉女可以選到哪一個 哪一個 說套裝嗎 這個是 它有分尺寸嗎 它有分尺寸 對 這現在是S 可是其實它這個裙 我可以拉起來嗎 是鬆緊 是鬆緊頭的 多高 芽芽1523 3 不要亂順別人的身高 這個鬆緊帶做的比較寬耶 對 對 它應該可以比較 可以吃滿多的 而且我跟妳講 可以吃滿多 這個上衣可以蓋住 可以吃滿多的 這個是我禮拜六去吃完火鍋之後 我的心得 就是可以 就可以遮住 還是可以遮得住 看不到啊 對啊 因為它剛好遮住 我脫下外套 好熱喔 太空扁 我再介紹一下好了 就是 它其實是算很寬鬆的版型 就是穿起來 比較 就是如果怕太空扁 因為它比較膨 你下面可以穿比較窄一點 窄一點呢 就不會很窄 對 就不要 對對對對對 然後像我肩膀比較平一點的話 就是 就是 看起來會比較 比較準 然後 這裡有做開擦 開擦啦 設計 我想要妳的包 妳要我包子嗎 好 可是我也不知道 有咖啡色的 因為我剛剛穿 戴咖啡色沒有 是合的嗎 好像可以 有人好貼心 幫我們把那個打出來了 八百九 謝謝妳 我剛剛講錯了 剛剛芽芽穿的套裝 是兩件八百九 太貼心了吧 對 那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一套 是今天的禮物 我終於也穿到禮物了 對啊 沒有穿過禮物 因為每次都是佩妮穿 還有之前是那個小 這一套 我現在身上穿的這一套是今天 留言加分享直播 抽的禮物 送這一套蠻好的 對啊 這很好看 我覺得 因為其實我本來要選另外一件 但後來就是 後來又選了這一件 是我選的啊 這一件很寒 妳為什麼要擋住我 沒有我在旁邊 這個是 這個也很寒 寒又很喜歡穿這種 就是千鳥 千鳥格的 然後它這個邊邊有做抽墟 然後它是夾兩件 它其實是一件 然後後面是 我的吊牌 幫我幫我一下 後面是拉鍊式的 這樣看得到嗎 還是要近一點 要近一點 因為它其實拉鍊做蠻隱藏的 其實看不到 就是只看得到這邊 就是一個小拉鍊 但它是做很隱藏 所以看不到它的拉鍊 就是它做得蠻逼真 這個夾雲間 我們夾雲間做蠻逼真 因為它千鳥文 看不到了 看分不清 然後這個就很方便 就是你也不用穿搭 就可以直接穿 就是你只要 然後你又不用穿 因為有的時候 上半身比較 遠的女生 它如果裡面又再大一間 會比較 腫 但是這個它是夾兩件 所以就沒有這個問題 然後它這邊 拼接的這邊 是雪紡襯衫的那種材質 然後 它是不是全白 是有點米 米白的 米色的感覺 外面天色越來越暗 你會不會覺得直播的燈光越來越暗 很暗 我有調亮一點 它這個是米白的 然後這邊有做這個縮口 對縮口 然後就是它縮的位置也是蠻剛好的 然後這個也不會過長 我覺得它如果你上班的話 它那個也不會太長 我覺得蠻剛好的 這件是禮物喔 這件有分尺寸嗎 可以幫我看一下嗎 而且我覺得媽媽感覺也會喜歡這個 這件有分尺寸 它有SML 三個尺寸 就是我覺得如果穿這個 媽媽會很喜歡 它還有黑白的 啊它有口袋 好方便喔 它有口袋 它有口袋 而且喜歡就是這種洋裝有口袋 然後這個背一個特的小 那個鞋背包就可以出來 真的 好像吃喜酒也可以 可以 可以穿 然後高中生好像也可以穿 對大學生也可以穿 媽媽也可以穿 這個年齡是還蠻高的 高個適合嗎 其實我覺得也可以 因為其實我們 我156 model蠻高的 對 model穿起來也是 就是也ok 我156穿起來是膝蓋上 好像一一點點 然後 我其實好像有點拍不太出來 但我穿的是卡白 咖啡色的 然後這一件 這個是黑的 然後它還有黑白的 好像放在一起就蠻明顯的 有有放在一起 對放在一起 如果你不敢穿卡白的也是可以穿 黑白的 完全可以 我也覺得這件很可以 然後 而且這個是禮物喔 想要吧 這一件 對 然後 像我這樣搭一個靴子 就很丑鬥 而且我覺得它做得很可愛 這邊還有抽皺 沒有介紹到 這邊有抽皺我沒有看到 對啊 這邊有公主秀 這邊有抽皺 因為我很喜歡那個有公主秀 因為我們 我的手臂比較陋 可以休息 對 就是如果你穿公主秀 你就會覺得比較瘦 因為你如果沒有抽皺很平欸 就人家就會覺得 欸 你好像有點露露 我覺得這件很長肉欸 因為我也是肉肉 可是穿起來好像不會 不會 就是這邊也看不到 然後它這邊有抽皺 然後就也不會 然後這裡有 有縮口 這件好像很長 然後我戴的是 剛剛 Peggy戴的 那妳戴起來 大嗎 不會啊 我頭大 我戴完全剛好 真的啊 Peggy我戴剛好欸 這套的話是590 然後有分SM 這套才590 對 這套才590 我吃得驚訝 對啊 這是什麼啊 這套是毛尼布料 對啊這個是厚的欸 這套有590 你沒打錯吧 這套是590 有啊 它還有內裏 它還有內裏 所以它CP值好高喔 對啊 而且它材質很好 是厚的 這個我覺得它穿可愛 或者穿氣質 大人好像也可以 就是配小香包的那一種 我剛剛有說我覺得這個是國高中也可以穿 可是媽媽也可以穿 可是媽媽也可以穿 媽媽可以 你媽好喜歡 媽媽在嗎 媽媽在嗎 媽媽不在 媽媽不在 有人問衣場 可能可以去官網看 就是我們會把三個尺寸的衣場都會飆出來 要不要換小陽 好 因為我 因為韓國穿搭 但是因為 我就想說 要上班 要上班 因為我去韓國通常都是工作 所以其實就是 就是很 就是很正式的 也沒有很正式啊 亂講 就是 休閒中要帶點點衣 休閒中要帶點正式 對 也沒有 其實只是單純想要 介紹這件褲子而已 我臉紅 這一件就是 剛剛我試穿 因為我剛剛在想說我要穿什麼 因為我在想要去韓國的時候 其實都是穿那個 刷毛褲 它都是牛仔褲 對 因為我就是穿刷毛褲被那個 配內刷毛搭學體 這個是最 最保護 最好搭 然後再配件羽絨外套 然後之前呢 我有說在我的IG上面 然後大家有問我那個 羽絨外套 它12月會有 好多人問羽絨外套 好 我看我們那個粉專業收件夾 因為那件我也很喜歡 被灌爆 很可愛 大家被那個羽絨外套給燒到 那件很可愛啊 大家很怕冷 是不是 因為那個長度我覺得剛剛好 那個膨度也不會太 對 但很可愛 然後 這件就是我穿S號 然後我現在是想要表達一個就是 它非常顯瘦 表達一個帳班 非常 而且褲子非常顯瘦 可是我上肚子這邊不能讓你們看到 就是眼睛 我覺得很顯瘦 很顯瘦欸 我覺得是酷型 超瘦的 然後它是 一點點彈而已 一點點彈 這件褲子感覺算是隱藏般 特別也蠻可愛 對 而且它是喇叭 喇叭的 這件很可愛 跟我之前也有一款 要做老巷 可是都一直做得胖 真的喔 打不出來 打不出來 然後有修改還沒回來 對阿 這個很可愛 這個下面也是有超虛的 對阿 我覺得大家 怎麼了 她說對阿 她說什麼 她對阿 那我就看她對阿什麼 因為有人說非常顯瘦 然後我好像不小心回答他們的問題 然後看著你 然後看著你 然後 大多數二環很可愛 因為 黑白配 就是我穿的是米色 這個是下週的新品 很可愛 就是你如果是上班 需要穿正式一點 可是我覺得這種可以 有一點點女生感覺 對 我覺得這也可以搭腰妝 對阿 因為它有滾邊的配色 就是你不會覺得太單調 就好像可以對應到顏色 就是小小的小細節這樣子 很可愛 又是泡泡秀 可是它那個捲邊是黑邊的 很可愛滾黑邊 這個是芽芽的款式 每個顏色的滾邊都不一樣 對因為我記得有滾白邊 我不知道為什麼冬天有蚊子 我今天也被釘了 對阿 很癢欸 就是在工作室有蚊子 衣服不是真紙 衣服是那個 大學T的 大學T的材質 然後 我穿S號欸 褲子嗎 但是我這邊要是 剛 很 很剛好 很剛好 然後因為這款 這款有做XS到XL 對 對所以你們 如果比我瘦的人 因為我158 52 如果比我瘦的話 你可能要選XS 可以買XS 對 然後我158 我穿起來是 腳踝上 嗯 所以這款擺型是偏大一點點 如果說以我的身型的話 因為這是我的款式 因為這有XS 對這有XS 因為我看Moly好像是買XS Moly都買了 對 之前好像算很隱藏版欸 大家可能都 可以可以 我在做的時候也是 做任何款式的時候 都是以我自己覺得說 要連我穿都是瘦的 嗯 因為我就是露露的 所以如果連我穿都瘦的話 表示大家穿應該都是瘦的 嗯 我自己這樣 而且我們NaruPS 都是經過嚴格的考驗 經過可遇 好天性 這樣每件褲子出來都還嫌瘦欸 就是要投票表決通過 真的很瘦 才會納入PS 才會出版 然後我一直拿這個 就想說我是上班族 可是你一直覺得顏色很搭 沒有我就想說 好像上班要這樣子啊 顏色很搭 就是 那這個包包好像補貨 不知道大家買了沒有 補貨了 我買了 我有幫她買了 有給我婆婆跟我買 因為我婆婆還打電話給我說 就是叫我趕快幫她 我有聽到 對 她說趕快幫她買一個 嗯 好 然後 Peki好像也可以跟我一起上班 對 這一件 現在小陽身上穿的這一件 它是比較短板的上 嗯 嗯 剛剛有人說想看這件 想要看格紋的褲子 格紋的褲子 格紋褲子這件嗎 它是有點做褲裙的感覺 嗯 然後看起來就很 比較俐落 不管蠻寬的欸 它其實看起來有點像裙子的感覺 對 對 它是有點像裙子 然後穿起來很舒服 很舒服 對 然後我穿的話是有一點點的鬆 對 一點點的鬆 不過還可以 剛好如果你是有紮衣服進去的話 就是會剛剛好這樣 褲子的話它還有 它還有兩個顏色 有黑色跟藍色 然後它一樣有分尺寸 灰藍 灰色 灰色吧 藍色 藍色 好 這樣 參考 可以搭成 你這樣搭也蠻有氣質的欸 對 可能就是上班也可以吧 對 做辦公室好像也 外套是賣完的那件 對 就是這禮拜特價的 然後裡面是 不知道會不會白搭的那個 T恤 包包 包包補貨了 在之前賣完了 然後現在又補貨了 嗯 感覺你這套也可以配性色長版 是不是也蠻好看的 因為灰藍色跟性色好像不錯 好 我的這個上衣是下週的新品 下週的新品 然後耳環是之後的 然後 那 我想去穿上 然後會不會太熱 我這邊冷氣開蠻強 我都可能會太熱 哈哈哈哈 外面很冷欸 外面現在很冷 可是剛剛出太陽 對啊 現在外面蠻冷 最近的天氣都會這樣 我們剛剛去借東西的時候蠻冷的 是冷的 是冷的 但回來的時候就出太陽了 那我來去拜沙嗎 這件是灰色的 Peggy身上的上衣 其實也是這禮拜的隱藏版新品 是這禮拜的唷 對也是隱藏版 是百搭圓領 綿質長袖上衣 它有1234567 7個顏色 你現在穿的應該是灰藍色吧 灰藍色吧 藍色對 你現在整個很灰 就搭這個顏色也蠻好看的 搭這個灰色也蠻好看的 真的蠻好看的 不一樣的感覺 這樣變得很溫 溫柔慵懶 剛剛是搭上版的 剛剛有一點知性 剛剛比較知性 嗯 可是剛剛的那件賣完了沒辦法 床版的可以遮屁 大家現在只能買 床版的 Peggy身上的這一個 但我比較喜歡床版的 我也喜歡床版 對啊 還是每個人都有不同的喜好 嗯 褲子是下週 沒有褲子是這週的 這個褲子是這個 簡約單扣格紋寬褲 現在Peggy穿的是黑色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比較淺的是藍色 是590 它是床褲的剪裁很寬 然後它也是尺寸可以穿到蠻大 因為我剛 我也可以穿 它後面也是 給大家看一下 它後面也是做鬆緊的 它後面也是做鬆緊的 所以就是可以穿到這樣 然後也可以穿這樣 所以我剛剛也有穿這個 對 好 外套是駁版的嗎 嗯 厚的 它是算厚針織的 厚的針織 厚的針織 剛剛之前不一樣是後面 後面是做外製的 然後它是燈心 燈心絨的 燈心絨的 然後它肩帶 肩帶是可以調整的 可是因為我 我調蠻多的 然後褲丸又有摺 又有摺起來 對它摺起來好像更可愛 這樣 嗯 然後它這邊也有口袋 有做那個 二載的造型 但是其實應該是不會 應該是不會用 誰會裝皮帶在外裏 對 它是拉鍊的 然後我裡面穿的這個是 有一點膨膨袖 吊帶褲的話有三個顏色 有黑色還有霧粉色 還有另外一個卡其色 卡其色 你去韓國的時候是穿黑色的吧 對我是穿黑色 配桃色的 看起來很高耶 黑色看起來很高 我沒有拉 我那時候去韓國是穿黑色 可是我裡面還有穿那個 雙毛褲 嗯 你說軟軟的 沒有我那一天是穿長的 雙毛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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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個我穿在裡面 因為真的太嫩 可是我記得雅雅出發之前一直說 不會 對啊她一直說 可是很熱耶 她去到那邊我真的快笑 她來公司的時候是穿一個短售 我說妳今天不是要去 我是穿長袖嗎 對啊 沒有長袖 她穿長袖 我穿長袖 長的薄 但很薄的那一種 對 然後我就說我要穿這樣去就好了 哈哈 還好我脖子 哈哈哈哈 有放那個外套 雅雅現在身上這件是MIT刺繡小花拋 拋繡上衣 是690 然後有三個顏色 雅雅穿的是米杏 還有甜粉跟芥花 然後 她是整件都有做那個 刺繡 就是到背面也有 而且她的小花是小的 我記得我們的客人都超喜歡 大學期加刺繡小花 對 這一件就是 因為我覺得我們刺繡小花都很可愛 然後她又是泡泡 泡泡秀的 而且她是不同的 這是妳的嗎 不是 小壹的 應該是 小壹的我想起來了 對 然後雅雅頭上的帽子 就是剛剛Peggy還有 欸就是我 妳現在頭上的那一個 就是這個 這禮拜的這個畫家帽 這個是還有貨 所以如果你沒有買到格紋的話就可以買 但是這個 它是不能挑的喔 就是它是 妳帶固定的頭紋 妳帶固定的頭紋 我帶比較前面 因為它太大 所以它就會往後 它這樣拉 不是 所以我帶很前面 嗯 妳帶比較後面吧 不是吧 我帶比較前面 沒有它抓比較後面 它有抓比較後面 它就是會帶的不一樣 所以看起來會有一點 嗯 不一樣 可以再看這格子固嗎 可以啊 貝雷帽就是 黑色跟咖啡色 兩個顏色 你要不要轉回去 它真的很像裙子 因為它好飄逸喔 我一直把外套脫掉 貝雷帽有黑色跟咖啡 他啟色 蛤 這樣子 我們要抽獎喔 有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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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她說什麼 要念出來嗎 不好吧 全公製 最最正的啦 你想要把雅筑放在哪 不用啦 好啦 還有什麼嗎 要結束了嗎 沒有啊 你不是換了 我就換了一個 我就想要穿這件啊 這件好可愛啊 我可能是有做 你看是我的一件 好可愛喔 我是要穿上褲子 對啊 這個沒有 這個應該有啦 之後 對啊 不知道在哪一個檔期 我現在是穿那個刷毛褲 好顯瘦喔 然後我是穿那個XS的 XS 可是我158毛 那我穿XS剛好到腳踝的地方 就是穿長褲 內刷毛 對啊 因為我們現在很多長版的大雪梯 就可以搭那個 然後我們就是可以搭內搭褲 或是這種貼身的緊身褲 嗯 因為有時候衣服不一定全部都要砸進去 有時候是放出來其實也很好看 而且穿合身的其實不用 不用砸 而且現在冬天衣服那麼厚 你要砸進去也是蠻累的 覺得你們如果要出國 是去比較冷的國家 你可能就是要穿很合身的褲子 你才會比較保暖 對 因為穿太寬鬆 然後好像感覺會有風冠軍 那種感覺 因為如果你穿這個寬鬆 你裡面一定要穿發熱衣 可是褲子我就覺得好像可以 就是再穿合一個 因為那時候去韓國穿這件是可以的 是保暖褲是 保暖度不夠 但是因為我覺得好像 如果你真的 因為韓國我去的常常是零下 對零下了 零下不知道幾度了 所以你應該是 你要再穿 外面再穿一個長版的 羽絨腕就好 你會覺得更 羽絨的耳環是新品 耳環是新品 嗯 夾式耳環 好像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剩下一些事情要跟大家講 好 就是呢 首先先再講一次今天這個直播的 禮物就是我身上的這一件 千鳥紋甲兩件 荷葉獸 洋裝還有兩個顏色 然後就是分享加留言 然後分享的話是分享到塗鴉牆 然後標記兩位朋友 然後我們就會抽獎送這一件 再給大家看一次 就是我們身上的這一件 就是假兩件的千鳥格紋 然後再來第二件事情就是 大家 不知道知不知道明天我們有一件大事 明天有一件大事 知道吧 全公司的大事 剛剛前面有人說他不知道 有人嗎 很緊張欸 明天要發生的事情 對 明天發生的事情 就是明天我們會上 我們大家都很緊張 明天我們會上新品 那新品是十點 那新品是十點 然後呢 再幾天大家不知道 網路上有沒有看到一些消息 應該有 不想看到也很難 對 一直看到 嗯 然後 沒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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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人知道嗎 跟我們後面這個有關 後面 對 就是我們之前有 就是上一次 上禮拜直播有介紹的 蠢色的 這個商品 然後還有 眼睛 的商品 對 然後 明天好像十點 快關網上 然後十一點的時候 我們也一樣會在FV做 直播 所以 第一次 十一點 十一點要直播 十點上架 十一點 然後十一點 是十一點還是十一點半 嗯 都可以啊 現在決定 大家 大家 比較喜歡十一點 好像大家都知道耶 對 明天是 明天我們會上新品 然後是彩妝 然後明天的彩妝 是以禮盒的形式來販售 然後是限量的 所以大家如果 這幾天都有看到我們 就是在 在 在 網路上 介紹的話 如果你 因為它是限量 然後是限定 11月22號 然後價格也是很 我覺得蠻划算的 嗯 對 就是 可以先講內容嗎 因為我覺得可以 因為明天就要上架 這個禮盒裡面 就是有 盒子 有盒子 就是有一盤 有盒子 跟有提帶 然後還有 是眼影盤 然後還有一個唇膏 盒子長這樣 對 然後會送一組刷具 所以一個盒子 然後一個 提帶 提帶 就是你送禮也很適合 對 就是 這個都是MOLI設計的 我覺得可以送朋友耶 而且我連那個裡面的泡棉 我都覺得 超可愛 然後一支唇膏 一個眼影盤 還有一組刷具 的禮盒 會十點的時候在工廠上架 限量跟那個限定的販售價格 就是你可以送女朋友 對啊 送姐妹也可以 送姐妹也很可愛 超可愛的 就是 就是最近有誰生日的感覺 趕快先買禮盒 存起來 就是以為我買禮盒 就會送你一個提帶 你就可以 還是要留到聖誕節 所以送出去 因為交換禮物 很帥耶 因為應該會 對 應該會買禮盒 包在家裡 限定的 我想講一個很好笑的故事 什麼時候 就是我剛剛 就是去經過人資 然後他們就一直看我 然後我就問他們有什麼事嗎 然後就問我說 那個 明天 的那個新品 你推哪一個顏色 很多人問其實 對 然後就問我說推哪一個顏色 我覺得他們好笑 那你剛剛是插這個 這個是甜橙 對 他就說橘色的那個是你嘴巴上現在那個 對不對 我就說 對對對 那你有介紹你眼睛上面的嗎 沒有耶 沒有 因為他們沒有問 我朋友其實也有密 私訊我說 欸你覺得到底這個 到底該不該買 唇膏到底該不該買 然後我今天就 我今天就是 從家裡出門 我就直接擦了布朗尼的顏色 然後到現在一整天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為個人 你有補嗎 我只有補一次就吃飯 吃飯跟剛才直播前有補一次 就兩次而已 然後我不知道是不是個人體質 還是怎樣嘴唇 就是我擦這個之後 跟其他的那個護唇 那個什麼 唇膏不一樣 因為我覺得他以他的那個 就是他不會 他不會有死皮 就是他不會脫皮 什麼 我不知道是不是 他算滋潤還是怎樣 但我覺得他是滋潤 但不太會掉色 我自己發現 就是他很滋潤很保濕 所以我們直播要11點還是11點半 所以要這邊要準確的告訴大家 10點上架 要給大家一點時間 11點到10點半 中間大家請密切注意 對 可是因為我們沒有那麼 因為我們沒有那麼早直播過 怕沒有人看 對 所以現在先跟大家講好 11點到11點半 因為我們怕下午直播的話 就是會太慢 所以我們想要早上的時候 先直播 為大家介紹一下 就是內容物啊 然後試色 還有上妝給大家看 然後禮盒組 明天的是禮盒組 那禮盒組賣完也不會再補貨了 對 就真的不會 就是限量限定的 嗯 橘色唇膏我也是很喜歡 我最喜歡的是這個 因為好像每天我擦橘色的 我每天擦橘色的 我擦橘色的是橘色的 嗯 然後 Pekky擦的是 焦糖布蘭莉 嗯 有人說OKOK 是直播的時間OK嗎 好 打高高 就真的就有 就有差 好像有 有很顯色 好 那我們就明天見 拜拜 要來囉 要這樣這樣這樣 明天來喔 10點